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7号在达记者问世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家对台独顽固分子采取惩戒措施 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凡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者 都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 马晓光指出 民进党当局及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 肆意破坏两岸关系 一再推动佩洛西及美议员窜台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依法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制止台独分裂行径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应有之意 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 完全正当 合理 合法 马晓光表示 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悖逆大势大义 纵容支持台独顽固分子 进行挑衅甚至顽抗到底 我们将采取进一步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任何分裂国家的土谋 距离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日仅剩百天 岛内选战热度不断升闻 国民党方面 17号朱立伦在中常会上正式宣布 征召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燕参选连任 台媒认为 执政成绩颇受肯定的侯友宜和卢秀燕 将对蓝营整体选情起到提升的作用 17号 国民党正式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燕竞选连任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至此时表示 两人不仅是最杰出的市长 也将是国民党年底选战最强母鸡 针对外界普遍关注 二人是否会帮助国民党 其他县市的候选人辅选 侯友宜与卢秀燕在被提名后表态 会在做好市政的同时 全力辅选国民党籍候选人 我相信侯市长跟我们都会以市政为主 不过具体选举只剩下一百天 所以我们也会善尽我们自己 选务的责任以及辅选的责任 非常谢谢秀燕 已经帮我把答案讲得很清楚了 除了我们把市政做好以外 当然我们有应尽的责任 这些责任一定是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面对这一场选举 台媒报道称 侯友宜在2018年拿下116万票 约57%的得票率 大胜对手苏贞昌近30万票 创下新北市有史以来 蓝绿版图的最大差距 上任后 努力做事的形象深植人心 民调长期居台湾所谓六大都市市长之首 此外 四年前 卢秀燕大胜对手林嘉隆20万票 大力打造妈妈市长形象 颇受台中市民喜爱 在今年九合一选举中 民进党派出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林嘉隆 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奇昌 对侯友宜卢秀燕二人的威胁有限 有民调显示 侯友宜获得超过56.1%的看好度 远胜林嘉隆25.3个百分点 卢秀燕更以惊人的94.62% 大胜蔡奇昌的4.40% 二人压倒性的民调优势 也让两人被称为蓝营的最强母鸡 外界普遍期待 他们能够把影响力外溢到其他县市 拉抬国民党在全台湾的选情 民进党方面 蔡英文17号在中职会上正式提名 郑运鹏参选桃原市长 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 郑运鹏的支持率落后 国民党对手11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 在林志兼抄袭风波之后 岛内年轻人已经不愿投票民进党 这将会重挫绿营的选情 蔡英文在提名郑运鹏时表示 桃原过去是民进党的艰困选区 现在已成为最具指标的执政县市 郑运鹏则称 自己会赢下选举 与现任民进党及桃原市长郑文灿顺利交接 顺利交接绝对不会错 郑运鹏我不是来逆转胜的 我是来扩大领先的分数 不过根据TVBS电视台所做的最新民调 代表国民党出战桃原的张善政 支持率为39% 郑运鹏的支持率仅有28% 二人相差11个百分点 针对这份民调 郑运鹏认为选情还有翻转空间 在民调上面有这样的一点点差距 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状况 现在对我们来说100多天绰绰有余 张善政对此回应称民调指示参考 会继续努力直到赢得选举 民调我们一直都是当参考 就是继续努力往前走 然后到最后赢得选战为止 岛内民调还显示 幻间风波后 20到29岁台湾年轻人 对民进党参选人的支持率 从52%暴跌到29% 台湾媒体人吴子佳认为 郑运鹏支持林志坚 所谓争取清白的表态 令年轻人失望 这些原来在民进党 基本盘内的年轻人 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在今年选举中 他们的票不可能投给民进党了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支持度下滑 尤其年轻群体的支持率 流失严重 分析称 蔡英文如今面临三大危机 已经失去台湾民众的信任 为什么蔡英文民调突然下跌 继续一意孤行 又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民调重挫 火危机还在后头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岛内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 蔡英文的支持度明显下滑 有分析认为 蔡英文正面临执政三大危机 如果无法尽快解决问题 将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窘境 为什么蔡英文民调突然下跌 如果继续一意孤行 蔡英文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 纽泽勋先生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主持人李红 张斌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李红你好 台北的纽教授好 全球的电视观众大家好 千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16号发布了最新的民调结果 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明显下跌 接下来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新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16号公布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 蔡英文的支持度 与上个月相比下滑7个百分点 不满意度增加约12个百分点 其中台湾各年龄层 对于蔡英文认同都出现下降 20到24岁年轻群体 对其的支持率 流失高达近20个百分点 下降十分明显 台湾中时新闻网分析称 蔡英文民调 一下重挫7个百分点的情况非常少见 而年轻群体的支持度大幅下跌 对于蔡英文来说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在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 明显的下跌 下跌了7个百分点 那么岛内媒体评论说 下跌7个百分点 对于蔡英文来说 这是非常罕见的 特别是对于年轻族群来说 下跌的比较显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下滑 如果从交叉分析里面 可以看得更清楚 年轻族群对蔡英文支持度的下滑 更是明显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受到林志坚论文风暴的影响 因为年轻族群 不管是二几岁也好 三几岁也好 可能现在有人在写他的博硕士论文 也有人曾经写过他的硕博士的论文 他们都很清楚了解 写论文的一个过程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当国民党指称林志坚论文有抄袭 而台大的学术伦理审定会 也判定林志坚论文确实有抄袭 所以台大就取消了他的一个硕士学位的资格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林志坚的指导教授 还有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会不断的去帮林志坚论文做捍卫 蔡英文也要求全党挺林志坚 这个看在曾经写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或者是正在写论文的年轻族群心目中心里面来讲的话 是情何以堪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绝对是一个相对剥夺 因为毕竟自己很清楚了解写论文 自己认真写论文的一个过程 他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这个部分当然会影响年轻族群对民进党 还有蔡英文的一个支持度 那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日之前佩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然后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这个时候民进党也好 蔡英文也好 只寄出了传统的一个梗 也就是一个抗中保台抗路保台的一个梗 那可是年轻族群会非常怀疑这个梗 意思也就是说抗中保台抗路保台 坦白讲有一定程度的边际效益递减 因为年轻族群现在已经会 深刻的去做一定程度的思考 你民进党除了会喊抗中保台抗路保台之外 你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不缓和越不平静 甚至有冲突甚至冲突台面化 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能耐去寻求控制 或是寻求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年轻族群都会认为就是说你似乎没有 那所以年轻族群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忧虑 如果今天两岸真的擦枪走火 冲突要上台面化 自己可能就会上战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他们的心里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那想到这边他们怎么会去支持民进党 怎么会去支持蔡英文 所以从这个逻辑脉络 你也会发现就是说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 在年轻族群里面有明显的一个下探 其实是有合理脉络的 除此之外台湾社会对于台湾民众 遭到诈骗在柬埔寨失联的事件 也非常非常的关注 对于蔡英文的应对失策充满了质疑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台湾当局处理不当 近期我们看到随着这个被骗到东南亚的台湾的民众越来越多 那么它失联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突然台湾民众发现原来有几千台湾民众被骗到东南亚去 现在求救无门 所以他们把这个矛头就指向了民进党当局 指向了蔡英文 你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你却罔顾生命 视台湾民众在当地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禁地于不顾 那当然就会引起民众的一个强烈的反弹 这里面我们给他分两个层面来说 一个就是民进党面对这样的情况很难处理 他现在采取的方式 你知道简直就听起来就跟一个笑话一样 他现在唯一采取的可能会有点效果的方式 就是派警察到机场 在机场举牌子 提示民众 负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有风险 然后到点下班 就就仅此而已 没有任何可以这个具体行动的举动 所以这就让台湾民众很诟病 说你这个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安全也不管 你也不想办法 但说实话 民进党能想什么办法呢 现在我们看到台湾有几个民意代表 说要去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解救等等 那显然吧 这只是个象征意义 真能起到什么作用 很难说 那么这个背后反映出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就是为什么会台湾民众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会被骗到东南亚去 都是成年人 虽然有的可能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是最少 独立的自主的意识判断是有的 为什么去 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个台湾岛内现在就业相对狭小 你看台湾现在已经少子化了 就是台湾出生率很低了 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但是即便年轻人少的情况下 就业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你可见他的经济状况 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在岛内 找不到合适工作 没有这个上升的空间 看不到生活的前景 那怎么办呢 哎 看到网上有一个高薪 招聘电脑工程师也好 对这个学历要求也很低 只要会打电脑就行 没有什么任何要求 收入很好 那么被骗走 那么再往深层次说 这就是蔡英文当年搞这个 所谓新南向留下的遗毒 什么意思呢 这么多年你看台湾搞这个新南向 新南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经济上跟大陆脱钩 断绝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 所以民进党希望台湾的这个产业 台湾的人才能够往东南亚这些国家 叫新南向吧 能往南走 这几年时间投入了250多亿新台币 今天我们看到没产生任何效果 然后台湾民众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忽悠的 说新南向我们去东南亚国家打拼天地实现梦想 结果发觉往往可能会落入到一些犯罪集团的圈套里面 这其实也是着着实实打了民进党 打了蔡英文的脸 所以说这都是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如果说蔡英文的经济政策给力的话 那么这些人在台湾有事干有钱赚 那么谁愿意出去打工呢 那么蔡英文不正视这个问题 他还宣称说目前是11年来到 那经济最繁荣最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民进党当局 对经济政策提振不利而遭到的这种质疑 是的 台湾经济的一个疲弱不振 当然会直接影响蔡英文的一个民票支持度 那国民党最近也指称现在的贫富差距 似乎是有越来越严重这样的一种趋势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一些主流城市的 主要的一些商圈很多门店都贴出了 招租的一个广告 或者是有些门店干脆把铁门拉下来 他们不想做生意或者是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台湾薪资虽然会有微幅的一个调整 但是薪资调整的一个幅度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追上物价调整 这样的一种比例跟幅度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近两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特别是服务业受创非常非常深 不管是旅游业也好 餐饮业也好 他们受创最深 即便政府会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补助 或者是补贴 那但是这些补助或补贴来讲的话 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或许也是因为台湾经济 近几年坦白讲 要赚钱有一定程度的一种辛苦 或者是困难度 所以有些人呢 就希望能够到海外去赚钱 那但是很遗憾的 比如说这次的一个诈骗案 那很多台湾人就遭到了诈骗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案子来说的话 现在有越来越高 拉高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会直接冲击到民进党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威望 治理的一个威望 跟年底的一个选情 因为主要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案子爆出来的话 凸显出其实民进党政府 他对于这个情况的一个掌握 是没有做足功课的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一个后知后觉 那而现在大家也会认为就是说 他的一个危机处理似乎也不到位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苏贞昌针对这样的一个案子来讲的话 他讲到只有120位台湾人失联 那这个部分呢 就引起了民众党的主席 也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跟他的副市长黄珊珊的一个猛批 柯文哲他就批苏贞昌说 不把人命当人命 那黄珊珊他就认为就是说 难道你觉得120位数字很少吗 那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案子 其实民众党也有做相当程度的一个攻击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批评的更凶 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民进党政府所谓的一个新南向的一个政策 花了公筒大概250亿的新台币 但是呢并没有明显的看到 台湾跟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的经贸互动活络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看到的似乎只是台湾人在海外受苦受难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国民党也好民进民众党也好 针对民进党政府提出了猛烈的一个攻击 除了提振经济不利是蔡英文民调下跌的原因之外呢 安全问题也是蔡英文民调下挫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台媒报道称 从近期的民调结果来看 显然台湾民众相当在意蔡当局施政不利 引发的安全危机 以及台湾受到的相应影响 有绿营人士认为 蔡英文目前面临着价值判断问题 情势判断不敏锐 过分紧抓权力三大危机 导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失去信心 他认为民进党以及蔡英文要面对现实及时调整 否则接下来还会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绿营人士也给蔡英文列举了三大危机 那么为什么蔡英文会面临这么多的危机 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她面临的权力危机 应该说蔡英文最近的民调下滑度是比较大的 下滑了7个百分点 那显示出台湾民众对于蔡英文的 整体的执政状态是不满意的 这里面民进党内部人士给他分为了三大危机 一个就是价值判断出现了危机 你看这次民进党在推举林志坚作为参选桃源的候选人 之后爆发了林志坚的论文的抄袭案 经过相应的权威机构判定论文抄袭属实 甚至取消了他的学位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证据确凿台湾民众关注度极高的事件当中 民进党和其中的政治人物包括蔡英文本人 也在极力的为这个林志坚在进行着开脱 那你本身价值观就出现问题了 你一个去参选台湾地区的 这样一个具体县市的负责人的政治人物 你的个人操守你的诚信你的形象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都出现了重大问题的时候 民进党竟然还是一味的袒护 那当然你的价值观就是有问题的 林志坚被称为小英男孩 就是深受这个蔡英文的喜爱 作为一个重点的政治骨盖来培养的 但是现在出了事之后 不但没有说是秉公而断 反而互犊子 反而采取这种 替这个本身有污点的问题来打圆场 甚至来这个粉饰 那当然他的价值观上出现问题了 政治人物如果你的三观不正 你想想台湾民众肯定不会满意你的 这样一个施政的 所以我们说在民进党这种以政治分赃 作为一个主要的利益诉求的政党内部 这样的情况不问黑白只问颜色 不问说是善与恶 只问谁的人这种情况下 那当然台湾民众是不答应的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对情势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 你比如前一段时间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 大陆采取了强力的反制措施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 已经让台湾陷入到一种危险当中的时候 那么民进党还是采取这种隐瞒欺骗 甚至对周边的这样一个形式 还是有相应的一个误判的 台湾民众一直在质疑 说这个大陆的导弹已经穿越台湾岛了 台湾民众反而是从日本的相关的消息中得到消息的 民进党还在欺骗隐瞒 还在营造一个鸵鸟效应 把台湾带入危险之中 那么对于大事的判断 民众认为蔡英文是出了问题的 再有一个就是对于权力的恋战 我们看到蔡英文本身来讲大权在握 这次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各个县市的绿营的提名人 完全掌握在蔡英文一人手里 就是任人为亲 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绿营人士也认为 蔡英文接来可能会面临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那么除了绿营之外 蓝营和白色力量也都对蔡英文当局虎视眈眈 那么蔡英文接来很可能会被蓝营和白色力量 因为她的市政不利和一些相关的议题引发的争议追打 您如何来看这样的一种分析 是的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针对民进党的一个攻击火力 坦白讲都越来越强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台北市长 也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批评苏贞昌不把人命当人命 那国民党对于民进党的一个攻击 火力更是强 针对林志坚的一个论文风暴来说的话 国民党基本上来讲的话 已经取得了一个战役的一个胜利 当林志坚退选之后 直接冲击的就是林志坚的一个子弟兵 也就是现今要选新竹市长的沈慧宏 因为沈慧宏自己本身知名度不高 政治魅力跟能量也都不够 但是林志坚退选 因为论文案退选之后 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沈慧宏 因为沈慧宏顿失了林志坚 这样的一个靠山 所以我们预估沈慧宏的一个选情 会越来越不乐观 那除此之外 林志坚论文案的一个冲击 除了林志坚自己退选 沈慧宏受到大的一个影响之外 民进党内部也针对 是否要挺林志坚 而产生了意见的一个分歧 之前党主席蔡英文 虽然下令大家要去挺林志坚 但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指令 其实民进党内部就分两派 所谓的一个知识率 坦白讲是挺不下去林志坚的 就算是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或者是新北市场候选人林佳龙 他们针对媒体所提问 到底要不要挺林志坚 相不相信林志坚 他们的回应相关的一些论述 都是四两拨千斤 而且相关的一些论述都讲的禅意满满 你基本上听不太懂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 清楚的表明到底要不要挺林志坚 或者是相不相信林志坚 所以你都会发现就是说 蔡英文的一个号令 现阶段来讲的话 导致了党内的一个分歧 导致了党内意见的一个分歧 甚至有某种程度潜在的一个割裂 而林志坚的一个退选也凸显出 蔡英文在党内治理的一个权威 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冲击 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选的不好 或者是整个选情对民进党非常不利 甚至有大败选的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不排除 蔡英文作为党主席的一个权威 都有可能会遭受到挑战或者是逼宫 那么现在呢 党内的各界都已经站在了蔡英文的对立面 那么接下来蔡英文的执政 是不是有如站在火山口呢 从蔡英文执政以来 现在已经到他第二任期了 那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这个卸任了 如果我们把蔡英文民进党执政的这个时期 脸上的脂粉都给他洗掉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台湾的面貌 那么这个真实台湾面貌对于民进党 蔡英文应该说不仅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甚至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 为什么说他要站在火山口上呢 是因为他现在给台湾已经带到了一条邪路上 这条邪路已经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因素 比如第一条 我们看岛内防疫的这种状况 目前还面临着疫情的一个相对比较严峻的形势 那么另外一美谋独 这民进党当局这个手段做的不惜出卖台湾的利益 去换取美国的支持 当这个美国遏制大陆的一个可以说是排头兵 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棋子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对台湾当然只会带来危险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抗中去中 蔡英文执政以来 我们看到在这个去中国化上无所不用其极 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经贸上的 妄图两岸脱钩 妄图消除中华文化在台湾岛内的这种民族的记忆 已经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方式 再比如这种绿色恐怖 他用这种绿色恐怖 一方面打击对手 对国民党等等进行这个打击 另一方面也用这样的一种手段 来威吓台湾民众不敢跟大陆交流 你看他执政以来设计了好多的恶法 就是要限制台湾民众跟大陆交流 限制台湾企业跟大陆交流 一旦两岸有交流 就会给你扣上帽子 抡起棍子 用什么所谓的通共通敌 甚至是这种危害台湾安全等等的帽子 来对你法办 在岛内营造出一种寒蝉效应 所以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 台湾民众当然对于当下的环境非常不满 那么现在出现的种种危机 对蔡英文来说都是警讯 那么接下来蔡英文会如何来处理这些危机 而她还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危机 还是说这些危机 本来就是因为蔡英文才带来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地去观察蔡英文以下的执政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谢谢张密兄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李红 谢谢纽教授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